作者 风行列 我是莫林 精彩马上开始 第四百五十六集 两个老人家面面相去 很是怀疑刚刚是不是眼花看错了 可看到对方眼中的惊骇 二人就知道 自己的眼睛绝对没有出问题 在身边的幻兽都是这种等级 不在身边的 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咔 这位还真是最变态的 云智满脸大胡子抖了抖 眼皮子也跳了跳 好容易才嘴角抽搐地骂了一句 第一次见识到了 奥峰的真正后盾魔兽大军 云智这才惊骇地明白 为什么奥峰连云智苍的胡子都敢烧了 就算真的动起手来 他也绝对可以全身而退 安静的等待之中 天地规则 对九皇星文的描绘 大功告成 而奥峰的众多幻兽 接二连三地走出了银色光圈 相互看看 一起对他恭恭敬敬笑道 见过主人 完成了进阶后 奥峰深吸了一口气 整个人仿佛得到了心声 脑中异常清晰 好像有一种周围万物 接在掌握之中的感觉 黑眸在亚瑟斯等人身上 一个个打量过去 奥峰眼中的笑意 也越来越浓 獠牙 四剑 奔雷 美军 恭喜了 托主人的福 我们终于又能为主人效力了 四兽 挠着脑袋 黑黑笑了起来 他们都是早期 跟随着奥峰的幻兽 对他很是尽心尽力 但在小九加入赤苏醒以后 他们能帮忙的地方 就少多了 如今 云中盛宴到来 天下英雄聚集 各路降临的神阶 强者来临 他们在这个时候 进入神阶 均是大赶快意 至少这回 定可以一展身手 你们都进神阶了 又只剩下我一个 可爱的小萝莉小兵 在一旁戳戳自己的手指 扁着嘴巴 看起来很委屈 别担心 还有我呢 现在的我 一个可以打两个 把你的也包了 旁边的蓝发俊美青年小九 拍着胸脯嘻嘻笑道 这段时间以来 他和人形化厚的小兵 感情越来越好 心智也成长了许多 俨然一对小情侣 小九 你现在的实力如何 奥峰可以感觉出紫金 亚瑟斯 仙儿 孟严 均晋级到了高星神阶魔兽 七到九星不等 但小九和赤的等级 却是无法估量 血脉纯正的魔兽 为正式成年前 无法真正区别等级 他们所用的 也不是神力 小九 蠢夺了一下 清脆声音说道 嗯 父亲大人 那个大个头打不过我 不过 这位半海妖夫人 倒是比我强一点点 赤哥哥 肯定是比我还强很多 他还有麒麟一族的绝招 更不能一等级来计算 大个头说的是云智 半海妖夫人 则是依娜夫人 闭关之前 奥峰就得知了依娜夫人 为什么外貌有意 她是海妖和人类的孩子 与姬勇兄弟一样 拥有一半魔兽血脉 本身也是云晴苍的 本命患兽 差外婆一点 那就是高星神王 奥峰轻轻点头 心中愉悦 正想着 灵魂中 一抹惊喜的传音突然响起 主人 我们突破神阶了 霉峰一挑 奥峰惊道 奥斯林 灵魂感应遍布大陆 在死亡山岭中的奥斯林 自然可以和奥峰联系上 不过 平常死亡沼泽没什么事情 他们也就不会打扰奥峰 拉法科得意地笑声传来 是啊主人 您刚刚是不是进阶了 我们这里很多兄弟 集体进入了神阶 规则的力量无法抗拒 虽然不能化解诅咒 但还是让我们的实力 得到了提升 神阶的感觉可真好啊 奥峰心意一动 又问道 你们这次进阶的 有多少人 你们能离开黑雾沼泽吗 奥斯林道 您的能量 对我们来说太庞大了 五星以上的超神兽 就可以进阶 我这次 都直接进入了 三星神阶魔兽 进阶的 相信有十余人吧 现在黑雾沼泽 对我们的影响还在 但是却小了不少 离开个七八天 没有问题 离开七八天 意味着你们 随时可以来云中城 死亡山岭的位置 就在云中城东面不远 神节高手的速度 一两天就能赶到 这么一来 我幻兽大军的实力 恐怕在前来云中盛宴的 所有势力之中 是最强的 只要不暴露 我拥有幻神能源 招来群起而攻 我肯定是最大的得益者 很好 你们就在原地各自修炼 若有需要 我会叫你们的 奥峰对他们吩咐了下去 奥峰对他们吩咐了下去 脚下已走到了众人眼前 和他们亲热地拥抱几下 聊了起来 这才知道 已经过了一年 时间在闭关修炼之中 似短短一瞬 到达这个等级之后 所需要的能量 非常巨大 历时这么久 眼看着云中盛宴 即将到来 奥峰 方才顺利尽急 不过 这都是他自己 修炼的结果 未曾使用 华尔斯精心 辅助跨越门槛的东西 非常珍贵 能自己顺利地突破 自然就不胡乱 轻易使用了 想不到啊 古人说 一梦千年 可真不假 若是冲击更高境界 用的时间会更久 眼睛一睁 云中盛宴都快到了 对了 舅公 最近有没有势力 来我们云中城呢 被众人围坐在中间 奥峰轻声孝道 盛会将至 青红和老师 都会来吧 想到这里 奥峰的眼中 有了几分热气 云志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势力没见到 闲散换宗 见尊倒是不少 云中盛宴 不招待五阶以内的人 这些人 不可能拖家带口 都是一个一个来的 就住那城 专门的宾客会馆里 那些大势力的人啊 一般都是最后才到的 这样才显示得了 他们的身份 眉头微皱 傲风眸中 光彩略过 不过闲杂人等这么多 就不怕城外 会有人闹事吗 哈哈哈哈 我云中城是什么地位 有什么人胆敢在我们地盘上闹事啊 云志呵呵笑道 别说大陆上没有神阶高手了 即便有 也就是初入神阶罢了 其实每一次云中盛宴上 的确会有几个不长眼的过来挑衅 但每每连门都还没进 就被长老们给干掉了 不用担心 你这种小变态 大陆上哪有那么多 话刚到此处 一阵急促而紧张的响笛 却是默地突兀响起 尖锐的笛声 使得云志和依娜 脸色同时一变 眸中露出了惊骇 怎么了 奥峰直觉似乎出了事情 有人在雾海之中大打出手 而且负责的六长老对付不了 云志沉声说道 眉目之下的虎目中 掠过了几缕愤怒 六长老也是神阶强者 对方肯定也是神阶 只有他自认不是对手之士 才会放出警报 哼 真是好胆色 我云中城什么时候 是被人欺负的软柿子了 小奥峰 你在这儿等着 我们出去看看 是哪个找死的家伙 说曹操曹操道 这次的云中盛宴 奥峰就知道 肯定会有很多神机强者冒出来 毕竟出了大君王 君王们也能降临下来投影 诸神的大君王只有八人 可君王就远远不止了 当年的妖狼角月便是如此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新闻